歡迎光臨 同志民主 朱立倫為什麼要一直忍耐他 因為朱立倫明年最重要的任務嘛 他要選國民黨黨主席嘛 傅崑奇他有太多的這個黨員的票了 外面有三股勢力 管忠銘 侯友宜 跟這個韓國瑜為首的周錫瑋 要挑戰他的黨主席寶座 一下假要被討見 來因黨內三大勢力挑戰主席大衛 來勢洶洶 包括前台大校長管忠銘 被前秘書長李乾隆勸禁 且本人有高度興趣 判打出一股清流 和立法院長韓國瑜交情好的 前台北縣長周錫瑋 目前傳出也有動作 第三位被點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近期不只送簽名黨代表端午賀卡 還送祝賀簡訊給黨內立委 也被解讀為角逐黨魁的棋手室 但他就是不鬆口 我也會結合我們黨籍的議員 以及縣市的這些所長們 我們大家團結在一起 面對黨的挑戰 那爭取黨主席會不會 劉副市長輔入嗎 或者是 我們目前真的努力拚市政吧 感受得到 朱立倫主席 要尋求連任 他要連任 那其他人 到目前為止都不清楚 韓院長有可能會退周錫瑋 在外面他在連不起來 他們的關係好 可是外面並不了解 資深藍尾強調 朱立倫早積極布局連任 只是又爆出 侯友宜、管中民和周錫瑋 可能加入 國民黨明年主席之爭 現在前面下已經暗潮胸躍 民視傳陽情傳越年 解釋方台北報導 更多精彩新聞 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